空耳韩语教室 Jella韩语频道出评 今天要学的是 北七的意思 如果你的朋友在你面前做了北七的事情 而且你没有生气 你的朋友又做北七的事情了 这次你生气了 换一个状况 你长期观察了一个朋友 或者你听到了有关于他的故事 经过一番分析之后 你定义他是个白痴 那就要说 如果这个北七朋友 突然出现在你的视线范围 就可以说 哦 爬步的 Jella